小七的捷克玩具商前锋飞行家律师 这阵容打捷克有点难打 这阵容打捷克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他们救人不稳 牵制也不一定牵制的动 你溜溜不动救人救不下来 对吧修机速度也不够快 这阵容打捷克挺难的 感觉会被小七前期顺利抓到人以后 一波摁在地上 没法打有点 学习一下捷克的天赋 这个天赋跟我的一模一样 我也是这么点的 我离捷克好像差的没有太多 我们天赋都点的一样 理解是一样的 就差一双手了 这边低头走路 要保一个狩猎本能 前方这边的球用的比较省 一刀雾刃有了 这边的话应该是等他拉一波球 好球定 这边交雾刃 这雾刃捏这么紧吗 这雾刃都不看的 他这一刀雾刃是预判 这刀雾刃是预判 你会下板子 前方还剩一段球 还剩一段球 再再拉一段球 一刀有 飞轮交 来斯 这波飞轮说实话 其实对于前方来讲不赚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你飞轮交掉以后 雾刃一刀 加一个闪现 击倒前方 击倒时间的话 差不多是80秒左右 80秒左右 这个击倒对于穷者来讲 不好打 不好打 本身他们救人 就是个老大男问题了 再加上这边前锋被抓 飞行家过来 飞行家如果能卡半救下来 不吃双岛的 这个局穷者还是可以保平的 但我依然觉得穷者没办法 真剩 小七这边已经顶出来了 隐身家乌人手里面都有 没看到 这波没看到 有点伤 不会吧 来了 来了 交易波飞 看这个污人怎么回 一刀污人回中 321 追 追的是前锋 不吃双岛卡半救下来 这刀追前锋 其实对于杰克来讲蛮亏的 蛮亏的 他这一局不追双岛很难赢的 那这样好像穷者有机会打三人开门战了 有机会打三人开门战了 还是刚才那波就是没有能找到这个飞行家 他第一时间如果能找到飞行家就好很多 算下机子 算下机子 现在的话两台机子都在修 这边挂回去想干扰密码机 玩具商 这边要丢个道具 丢块怀表给到这个前锋 然后待会一个跳板跳过来救人 安排得很好 但我可以去干嘛呢 我可以去插眼 我可以去干扰这个飞行家 你机子不一定够 先骗你交 交这个跳板 过去能不能抬这个 这刀无刃不太好甩 前方这边救下来有怀表 这块怀表有点烦呐 小鸡这边切的是个插眼 我感觉这句平了 帅 这 这也给他打中了 物人好了甩 我去 这不会再倒一个吧 再倒一个 但杰克开门战 他开门战是个插眼 他开门战是个插眼 他这边不能挂人 他不能挂人 他得去找那边的飞行家的 对 他得压住飞行家的机子 他才能赢 击倒这个玩具商 只是拖住了一波时间 核心的还是得去找到 这边的密码机 压住这边密码机才行 骗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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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 三二一 直接交一波飞 一波大飞 一波大飞落地 杰克的物人捏在手 三二一 给我 真舒服呀 真舒服呀 哦 对了 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在抖音直播的兄弟啊 我跟老杨大兴集团已经组建了一个抖音的工会 是大兴护语 就是大家可以有想要加入直播工会的可以联系我们啊 在抖音直播的话 现在的话 穷者外围重新起密码机 这里 律师位置好像被找到 密码机应该还差一些 一刀巫人甩着 但是律师这边的话 哇 疯狗疑速啊 这波律师的一个疑速啊 快呀 对呀 加一些就是 那个新人主播 密码机够了 这波律师的一个疑速是真的快 因为我们自己的号 比如那个潘大帅的 诶巫人 哎呦 躲掉了 躲掉的话 这把应该是平了 甚至前面还有个地窖 甚至前面还有个地窖 什么直播都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我们得确认啊 你是认真直播的才行啊 我们会给到一些资源 平了 大兴集团这么牛 还有工会了 那必须的 我们大兴集团要做大做强的 好吧 如果有游戏主播的话呢 我们这边可以把大家推荐为 就是优质的那个游戏主播啊 优优独播 forex-